说到新春装饰 国人可能会比较喜欢百年花 挂灯笼还有张贴福字和春联 但是却不太习惯在门上贴年画 是 虽然这个年画在本地好像不太流行 但它其实也是华人庆祝新年的一种传统方式 除了起伏影响之外 它也象征着驱邪避凶 还有就是避邪 那么今天的诗成画意 就让我们随俊为一起走进年画的世界 看看它背后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故事 俗话说 有钱没钱 买画过年 顾名思义 年画是农历新年时 用来张贴一年才换一次的画 农历新年是华族最重要的节日 过年贴年画不但象征吉祥富贵 让新春充满欢乐热闹的气息 还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祈福和希望 今天带你来到晚情园 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参观特展 让我们一起走进年画的创意世界 深入了解年画的独特韵味 欢迎来到晚情园 参观我们这次特地配合农历新年 而推出的祈福银翔说年画这个特展 那这个特展是我们晚情园和重庆 中国三峡博物馆 还有天津大学木板年画研究中心 以及本地的私人收藏家一起合作 那一共展出了68幅年画的作品 大部分是从清朝一直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 这幅年画是我们新加坡的国家典藏 但是它出自天津杨柳青 那天津杨柳青是中国制作年画的四大中心之一 这两位人物是秦琼和玉池公 唐太宗李世民晚上经常做噩梦 夜不能寐 所以他没有办法就叫了他两位大将军 晚上帮他战守宫门 没想到一把手之后呢 噩梦就不见了 可是他们是两位大将军 白天要上战场 但是晚上要把守攻盟的话呢 那是不可以的 所以唐太宗就命了画师 将两位将军的画像就画出来 然后贴在那个城门外面 有人说其实大伯公就是土地公 但是呢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是大伯公是早期华人的移民 因为他们互相帮助 然后就成立了一个叫大伯公会 所以后来大伯公呢也是被当地特别是新马一代的人供奉起来 所以他非常有南洋一代的特色 我们从年画当中呢也是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反应 看到它上面写着是世界大统文明进步 这两幅年画出现在新旧交替的时候 也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 那小孩子呢衣服呢也变成穿上了金装 这一个小孩子手上拿着是十八军旗的旗子 那这位小孩呢他手上拿着是五色旗 所以大家本来是要把自己家里的愿望 变成一个国家的愿望 所以大家的一种精神寄托是要把家安好之后呢 国家也要好才可以繁荣长生 在这次年画展中呢 我们还展出另外一幅相当富有现代元素的年画 这两位将军呢 你看他旁边的两位仕童呢 手上拿的东西就非常的不一样了 一位呢拿的是薯条 还有另外旁边呢拿的是一盒炸鸡 还有一台手机 所以也是反映了现代这个社会的一个变化的一个面貌 这幅年画呢 它的题名就是居家保平安同心其抗疫 也是象征着我们新加坡人 在对付冠病疫情的情况下的一个场景 所以你看到这两位门神站在橙色的大门前 大家还记得吗 新加坡有发布了一个橙色级别的一个警报 这两位门神呢 脸上还戴着印有我们新加坡标志的口罩 手上拿着新加坡的国旗脚上穿的还是现在的运动鞋 今年67岁的黄佩发是一名本地传统灯笼匠人 同时也是一位年画收藏家 他这回共借出九幅年画给晚清元展示和出版特刊 其中源自河南朱仙镇的木板年画是他最真爱的一个系列 这个板可能是清代的 不过它经过了很多次 它还是根据以前的东西在重雕 因为木板年画它们印了之后它们会输缩 所以它会变形或者是开裂 所以有些东西不能够保留 所以有些东西它几百年它的造型没有改变过 所以你可以从那个年画中看到以前的东西 它们以前的那个风格 它们的整个的构图 它们的艺术性 它应该是一个火画室 然后就在上面刷 除了收集年画 黄佩发这回也借晚清元的特展举办工作坊 让学员了解木刻印刷年画的同时 也希望将传统年画工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你这个湿墨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很快就能够上手 新年有收到赞赏 其实还不错的 你看这印得还挺好的 档品就是这个 我也想把这个年画跟我的这个灯笼一起结合 那就把这些年画的作品也用来装饰这个灯笼 然后以后的话也就是说可以多一点人能够得到我的作品 因为年画你是可以一直在印很多 当然手绘的方面也是比较难 不过它已经快了很多步骤 而且本身年画也是一个艺术的品种 年画是年之画 也是生活之画 既有远景图景 也有现今生活心境 年画不仅存在着人们对新春佳节最温暖的回忆 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印象 因此希望新时代的年画也能在弘扬华族传统文化的同时 将非传统的现代元素融入其中 让这个民俗文化在保有原有特质的基础上 还能够进一步的蜕变 焕发新生 更好的传承下去 今天的时程有缘就不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见 再见